這麼莊嚴的 觀世音菩薩像 據說他非常有故事對不對 你知道因為 我的兩個小朋友 說真的千辛萬苦 一再開始的時候怎麼 就是因為我都是 我做事館嬰兒嘛 怎麼做他就是 是 那我說真的 我們走科學就是醫院 的方法也有 然後不管到哪裡 我一定只要人家說 反正不要 說心誠則禮 千誠一點 不管到哪裡 我就一定會有一個信仰 會祈求這樣子 是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那個 小朋友還沒有出生以前 因為就一直在做這種事館 嬰兒的療程 然後我就去日本旅遊 對 那你也知道啊 就一眼看到他 而且他是一個 很有名的設計師 就是他的地位 類似於台灣的 多明大師 所以我們以 藝術家的眼光來說 他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他是日本的一個雕刻家 叫 那我覺得他看起來有歷史 是因為他這個 這裡不是都發綠了嗎 對 因為 後來自由女神像也是 那裡叫做 同綠 同綠 我覺得他有點像 然後主要是髮像很莊嚴 然後我就祈求他 就說反正就是到哪裡一定要 雖然有這麼有毅力 然後如果 我也真的就接受 這是真的喔 是 而你真的是命喔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要努力 努力告訴他 我好希望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這個菩薩 想因為他很莊嚴 很慈祥 請回來了 請回家 是 當初付了多少代價 才可以幫他請回家 他花多少錢 好幾個萬塊吧 大概 一兩萬 是 台幣 一兩萬台幣 對 也是不便宜喔 不便宜 最重要的是 這個北村希望 它是日本非常有名的 雕塑家 這個北村希望最有名的 一件雕塑品 在哪裡呢 在長崎的和平公園 你到長崎去玩 你一定要去和平公園 為什麼呢 因為長崎被二戰的時候 被原子彈炸過 對 死了很多人 所以裡面就建了一個 和平公園 就是要告訴我們全人類 不要有戰爭 戰爭很殘酷 你看一個原子彈丟下去 就幾萬人就死了 然後還有一些人活下來 就受到那個 那個輻射污染 對不對 就活得很痛苦 還有心裡的創傷 所以北村希望 他本身就是長崎人 他自己面對這一切以後 他自己覺得說 真的是很恐怖 所以他在那個和平公園裡面 就做了一個雕像 是一個男生 日本男生 那右手舉高 就表示說那個原子彈 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對 然後左手 迎接和平 這樣子 高智去看過了嗎 高智有看過嗎 我沒有去看過 下次知道了 要跟人家講 我學到了 對 再長期 所以北村希望 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有點像 那地位很高 對 你看 日本有很多的 這個公共建築 有這個北村希望的雕塑品 那它真的是雕得很棒 所以說它的雕塑品 也變成了一般 潰陣 收藏 這個 所以這個雕塑家的東西 算是相當平民的 那我真的好幸福 我可以 我真的可以有了這一尊 那個冠軍之三小 而且妳有了這一尊 不但有了這個 子女命 而且妳還會有富貴命 他給我希望耶 真的 妳請回來了之後 好像沒有 過一陣子 我真的事情 就不曉得怎麼突然之間 他就順利了 所以他送我了 對 而且妳有沒有發現 好想哭喔 妳有沒有發現 妳以前到現在 妳看 妳就永遠是這麼年輕漂亮 長髮飄逸 這永遠是我們心目中的女神 那我一定要一直維持下去 對 妳不但一直要維持 妳只要跟著她在一起就好 對 真的 我覺得有信仰真的很重要 那當然 這個是 這個就我覺得 冥冥中自有定數 對 好 來 我們來 幫忙評估一下好不好 這個北村希望的觀世音菩薩像 請見價 那我真的是 真的是好有福氣 應該這麼說 北村的紅塑觀音 在網路上都買得到 是 也有一萬多塊錢 因為你說他很平民 那我的確也是用 一兩萬的價錢去買到 可是妳這個是比較 比較 時間比較長 這個可能 可能快十年了 是不是 時間長是不是 因為它旁邊這個發綠的東西 對 它已經有點銅綠了 對不對 銅綠是銅綠 然後它那個時候的作品 就是因為它這個都是翻模 但是那個時候的翻模的作品 它比較實 你看很重怎麼樣 很重 對 那你買一萬多塊 它很輕 對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好 廖老師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很有 女生 妳要請一個 請老闆吃飯 為什麼 很有福氣 對 請請老闆吃飯 還要吃一個禮拜 為什麼 然後再喝咖啡 下午茶 連續三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它給你比較多的錢 是 可是我不會去賣它啊 在雅虎拍賣 一尊三萬三千六 但它本來是定價十二萬多 怎麼會價錢差那麼多呢 好 這個就變成是它 翻模的 這個也是翻模 翻模的 都是翻模 都是翻模 我讓你看一個 什麼叫不翻模的 也是它的作品 這個才是它的原作 它的原作呢 這些全部那個銅 它是用泥塑 然後再來翻銅 所以它這個物件呢 你看喔 就是撐吃不起 那什麼是工業用的呢 工業用的是長這個樣子 跟你現在的這個 翻沙模的這種鑄造方式 脫模 脫辣的 是一樣的 所以它也會 久了之後都會有這些銅鏽 那我們再去看一件 你怎麼去判斷說 它是原作呢 還是真的是手作的 因為有的也可以做得很乾淨 對不對 它其中有一個物件 這個小孩子 做得很精緻喔 那看起來呢 看起來好像是手作的 可是你從什麼地方 可以看到它 是翻模的 它手指頭的中間 手指頭中間會長樸 那就是翻模 就是脫辣了之後呢 它沒有去整理乾淨 這個就是翻模的 了解 如果你是手作的 或者是它 我們講 會分開 對 半模半手工 本來是三萬塊 現在要變成賣到六萬塊 同樣都是工藝品 它就要半模半手工 那這些 這些就不見了 那就是細節它沒有 它沒有把它處理好 不是 它沒辦法處理好了 它如果要再處理的話 量太大 一次非功太大了 懂意思了 對 太好功了 是 但是我覺得 是讓事情圓滿 對你來講 就是保平安 然後保佑圓滿 而且它真的帶給我 後面無窮的希望 所以我真的覺得 很值得 你可以去花錢 情尊觀音 但是你沒有辦法花錢 去買這種力量 真的 真的 這需要一點福報 是 這是真的 前面開場白就說有佛緣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